参观花牛楼梯 我们要从圣马可大教堂正对面 镜头的拿破仑行宫右侧红布 其楼下的路口右转 在接近红布的其楼下最后一个路口右转 经过大公多拉的船站于Hara Cafe 沿着提案走到镜头的绿色语棚 绿色语棚是Hotel Bombe Cati的餐厅 我们就在Hotel Bombe Cati的门口 左转然后直走到镜头 到镜头穿过隧道再右转 右转之后第一个路口再左转 直走到镜头的黄标下方 转进去我们就到了蜗牛楼梯中庭 跟衣水书店时提过的漫画人物有关的一个中庭 故事要从三路卡河畔的一座十四世纪 巨型豪华哥德士宫殿说起 宫殿历带不断益主 数世纪终为孔塔利尼家族所持有 故事要从三路卡河畔的一座十四世纪 巨型豪华哥德士宫殿说起 故事要从三路卡河畔的一座十四世纪 巨型豪华哥德士宫殿说起 宫殿历带不断益主 的都市内庭空间里 创造出一座优雅轻盈 豪华精致的园庭塔楼跟凉廊 一座塔高26公尺 楼梯半径4.7公尺 由80块石灶阶梯 所搭建起来的两座宫殿 之间的新立面 售票处有质感不错的书籍 跟纪念品店 我们早上由方处拱廊包覆着 直上的大理石阶梯 这是总计80阶的螺旋阶梯 每层的6根支撑圆广的独立注释 跟支撑扶手的小型注释 在盘旋上下过程里 合作出视觉韵律的和谐乐章 阶梯10块的完美裁切跟组合 传达出500多年前建筑石匠的工艺品质 三楼梁廊再通往临时展示厅 这间的当然是Tintoretto 为总督工卫大厅天国所做的缩小版席作 据说当年的委托人 为了骑马登楼而要求这样子的螺旋阶梯设计 顶楼我们看到螺旋阶梯中心圆柱的末端收尾 跟19世纪加盖的楼底板 据说光牛楼梯的外观原来是装饰色彩丰富的 我们走到后来加建通往顶楼观景台的小楼梯 观景台建筑结构更加轻盈开场 非常辽阔的视野 可以从大小钟楼编试出威尼斯许多座教堂 观光客至少认得圣马可教堂跟圣马可钟楼 以及圣摩安康教堂 感谢观光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当年孔塔利尼家族意欲宣告表达的新时代形象的大手笔建设 我们走到镜头左转再右转 我们就来到康佛曼宁 曼宁广场 广场中央的雕像晒国志士 满宁律师 而广场上的桥梁 可以欣赏Rio San Luca两侧如画的风光 认识的刮牛楼梯 那我们就先来一起再见吧 恰恰 恰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